哈囉大家好 我是Ivan 這一集應該是第一次吧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是怎麼照顧我的嘴唇的 其實裡面還蠻多重要的觀念 另外我也會在這一集 PK很多市面上很有名的 熱門的護唇產品 首先大家應該要知道 我們的嘴唇其實沒有角質層 也沒有皮脂線 所以到了比較一些環境乾燥的地方 我們的嘴唇會優先 比我們的皮膚更容易感到乾燥感 但也由於我們的嘴唇沒有角質層 所以其實我們的嘴唇是 不用去角質的 真正有需要做去角質動作的時候 是當你的嘴唇上面有很多死皮的時候 我們為了去除死皮才會做去角質 但如果你的嘴唇沒有什麼死皮 就不要再去角質了 不然長期下來 很容易就會有所謂慢性唇炎的問題 而當然慢性唇炎也不只是跟去角質有關係 其實它跟你平常所使用的護唇膏 以及唇彩都非常非常的有影響 那麼平常我的護唇觀念有幾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當然平時多補充維他命B群 以及使用成分風險性低的護唇產品 另外則是不要使用有防曬系數的護唇膏 因為目前防曬型的護唇膏裡面用到的防曬 大概都是化學性的成分 那裡面最普遍的就是 ECL-hexyl-meshoccinamide 那這個成分呢 其實在過去的文獻啊以及 以及新聞報導裡面 都有常常提到 這個成分一旦見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對我們人體是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甚至呢會干擾我們的荷爾蒙 所以我極度的不推薦防曬型的護唇膏 如果你今天的嘴唇真的很怕紫外線 那麼出門的時候請你戴口罩 另外呢 則是護唇膏的正確用法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就跟我們在照顧我們的臉一樣 我們知道保濕必須要先補水再鎖水 其實我們的唇也一樣 那護唇膏這種產品呢 其實事實上它都只是鎖水的功能 它並沒有補水的功能 所以在使用之前要達到最好的效果 那一定是 第一個你可以先喝幾口水 也可以用手潑潑水 又或者是呢 你先稍微用飲用水濕敷你的嘴唇 一到兩分鐘也是可以的 那麼最後呢 才擦上護唇膏去做鎖水 這樣子一來 你的嘴唇保濕的程度才能夠最大 分享完我護唇的觀念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要評比一下 地面上相當熱門的幾個護唇產品啦 我會從幾個部分開始PK它們 首先呢 我覺得保濕度來講沒有什麼好PK的 因為剛擦到嘴唇上都很保濕 可是它們的持久度我覺得就差蠻多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會優先的評比它們的持久度 以及它們修護嘴唇的程度 另外呢 則是它成分配方的安全性 還有它的優點缺點這些的 希望可以給各位一個非常客觀的參考 首先呢 是這一支 Lukas Popau的木瓜霜 那我一直以來 我都是把它當成臉上在用的 可是我看到有很多人說 它如果後敷在嘴唇 隔天死皮會掉的很快 結果我也試著做了 真的 嘴唇會變得很嫩 而且死皮掉的蠻明顯 在持久度上面呢 我覺得相當的好 因為它的主成分 大概有90%以上 都是由凡士林這種蠟質成分所組成的 所以持久上沒話說 我會給4.5顆星 那麼收穫的效果呢 我也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裡面有木瓜酵素 它可以代謝我們的死皮 就是讓它會變得比較嫩 而且唇紋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這部分呢 我也給4顆星 而成分風險性的部分呢 我覺得因為它大部分的成分 都是凡士林 所以還算得上是蠻安全的 不過因為裡面有木瓜酵素 而且有香精香料 那木瓜酵素本身呢 會有一些去角質的作用嘛 那長期去角質下來 我們的嘴唇可能會變得比較敏感 再加上香精香料的這種 兩者加成的效果 會對於一些嘴唇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長期使用下來 會有一點慢性唇鹽的問題 但風險性整體而言 我覺得還算是中等 所以總的來說呢 它的優點大概就是 它可以讓嘴唇變得比較嫩 而且會代謝你的死皮 但缺點呢 則是長期大量的使用 有可能會有一點唇鹽的問題要注意 好 那麼剛剛講到的木瓜酵 當然就一定要提它的主成分 凡士林啦 如果以純的凡士林當作護唇膏使用的話 它的持久度也是相當的好 我會給到4.5顆星 而修護的效果 由於凡士林裡面 沒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成分 所以導致它也沒有什麼額外的修護效果 但是好處就是 純的凡士林它低風險 安全性相當的高 另外呢 則是它的封膜效果也很好 所以在修護的程度上 我應該會給到大概3顆星左右 就是平平 而成分風險性不用講 純的凡士林風險性是極低的 所以總歸來說呢 純的凡士林它的優點就是 當你發生了唇炎或者是唇舟的問題 然後你不知道能擦什麼 那麼你無腦的選擇 又是最安全的 那當然就是唇凡士林了 而缺點上面來講呢 則是 各個條件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水樽很一般 很容易被遺忘的那一種 好第三支呢 則是伊麗莎白亞頓 他們家的8小時潤澤霜 其實這一支呢 應該真的就是臉用的了 不過呢因為在前幾年 有很多的網紅一直都推說 他拿來擦嘴唇 嘴唇會變得很嫩 所以我就 就 就 買 買了 好吧就持久度上面來講呢 由於他本身使用的是 56.8%的凡士林作為基地 所以 他的持久度也相當的不錯 我會給到四顆星 就是沒有凡士林跟木瓜霜 這麼的持久 但是也還蠻不錯的了 另外呢 則是他的修護程度 由於他裡面含有多種植物油 以及維他命E 還有水洋酸的部分 所以呢 他的修護效果 是相對於前面兩款更深層的 也會有一點點輕微的去角質能力 所以呢 整個在修護的程度上面 我會給到四顆星好了 而成分風險性上面嘛 雖然他大部分的成分 都是凡士林跟羊毛紙 可是因為內部也還是含了一些香精香料 而事實上他聞起來是蠻香的 所以成分風險性上面呢 我覺得如果是用在嘴唇上的話 是算高的 但如果你用在臉上的話 則就中等 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他的優點就是 他的滋潤度很高 而且效果也還算持久 而缺點的部分呢 則是他的木質香調真的太重了 加上有去角質的效果 我不建議長期大量的使用在嘴唇上 其實偶爾拿來去去死皮就很好了 下一支呢 則是DHC他們家的唇感護唇膏 這個熱門的程度 一直以來都是護唇膏排行榜上面的第一名 所以我相信不可能沒有人不知道他吧 不過他的持久度啊 我認為就比前面我介紹的那幾款 都來的稍微差了一點 他大概在我嘴唇上面 可以維持三到四個小時吧 所以持久度呢 我只會給到三顆星 而他的修護能力呢 我則是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他裡面青嫩橄欖的萃取 他的抗氧化以及修護力都非常的好 再加上還有絞砂碗以及蘆薈萃取 所以修護的效果也很好 我會給到四顆星 甚至是4.5顆星囉 而成分風險性上面呢 由於他裡面還是含有了一些植物萃取 所以稍稍的提升他的風險 不過整體而言呢 我認為還是算低的 而他的優點呢 就是他非常的滋潤 他可以一瞬間就消除我唇周乾燥的不適感 至於缺點呢 則是他打開之後 一陣子就會開始產生油耗味 那有些人是覺得蠻臭不喜歡的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啦 但是就是味道不怎麼討喜 下一支呢 則是綠藤生機他們家的專心護唇油 這個在去年FB的廣告上超級常見的 我相信非常多人買了 那我當然就少不了評比他一下啦 19度是我覺得他唯一的大缺點 他大概我喝個兩三口水 他就消失 disappear 所以我給大概一顆星吧 而他的修護效果呢 則是非常非常好 我之前比較常用的 其實是他的非潤色款 裡面因為含有多種的植物油 以及絞砂碗 還有葉脈萃取 他可以在我一瞬間 不管我的唇周有多麼的不舒服 一擦上去立刻馬上舒緩 所以修護效果我要給他五顆星 而成分風險性上面呢 他跟剛剛DHC的有一點的類似 因為他有多種植物萃取嘛 那他的風險就會稍微的高了一點點 不過整體而言風險性都還是算低的 優點就是收護效果一級棒 然後他的潤色款啊 我覺得也可以提升氣色 還蠻自然的 男生用也不會太明顯 不過缺點呢就是他塗上去 由於是油脂的成分 居多 所以 很像是就是吃完了一碗 豬腳飯沒有插嘴的感覺 尤其是在男生的嘴巴上就 更 沒有那麼 好看 另外則是持久度的問題啦 而講到了潤色護唇膏 當然也少不了去年無敵紅的 麥瘦雷頓 麥瘦 好那講到了潤唇膏呢 當然也就少不了去年非常紅 很多網紅一直都在業配的 麥瘦雷頓他們家的 粉樣變色潤唇膏 大概就是今年年初吧 我的YouTube上面被刷了一整排 一堆網紅在推薦 所以當然我又 就是 嗯 對 然後他的持久度上面啊 我覺得我只會給兩顆型 因為他的保濕效果真的不是那麼的好 可是他的潤色效果 就比他的保濕還持久一些 而收護效果也蠻不明顯的 我大概也是給兩顆星左右 另外呢成分風險性上面來講呢 這支大概是今天介紹的 所有護唇膏裡面成分最複雜的 有將近30個左右 其中呢他還有防曬的成分 像是ECO、HECO美商新的美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因為這個成分呢 對我們的身體其實並不好 所以在風險性上面的評估 我會給他蠻高的 整體而言呢 他的優點就是 他的潤色效果還蠻漂亮的 在嘴巴上面會讓氣色感覺到蠻好的 那其他的就... 就... 嗯... 就... 嗯... 好吧 缺點的部分呢 則是他的成分風險比較高 那潤色的效果雖然還不錯 如果你是為了氣色的 那差就算了 但如果你是為了護唇的話 我覺得還有很多更好的選擇 最後一個呢 則是躲莫利扣他們家的保濕潤唇膏 這個是上次啊 我的影片中我買躲莫利扣 所用他的點數換來的 然後因為是上個月才換的 結果我一拿到之後 我一用 嗚... 有點驚為天人 還蠻好用的 可是這次是非賣品 就是一般來講你是買不到的 你就只能夠用點數換 所以這一次啊 你們就先聽聽就好了 基本上我是講給 有在使用躲莫利扣他們家的人聽的 持久度上面來講呢 因為裡面還有風蠟 然後質地整個是偏硬的 所以持久度上面來講 我覺得很不錯 我又給到四顆星 而在修復的程度上面呢 由於它含有多種植物油 以及絞砂碗 那不管是舒緩跟修復都很好 所以我也會給到四顆星 而成分風險性上面來說 雖然它的全成分 都是使用EWG 安心程度一級的 可是由於啊 多種的植物油 它稍微還是稍稍的 提升了一點點風險性 不過整體而言呢 就跟DHC啊 還有 綠填神器他們家的一樣 都是屬於風險性算低的 那麼它的優點呢 就是它的 收護力以及持久力都相當的不錯 而至於缺點呢 則是成分稍稍的複雜了一點點 另外一點呢 則是它只能夠用點數換 而且還必須要 加購一個他們的保養品 才能用點數換 所以這一點呢 就讓我有一點點 稍稍的冷掉 好 以上呢 我分享的護身小觀念 還有以及 熱門的護身產品PK心得 希望你們會喜歡 但不管你們喜不喜歡 相信對你們都是有幫助的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這部影片 給你那些有在護理唇部 或者是你看它嘴巴 有一點點死皮 很想要叫它 維護一下的朋友們 好 每個禮拜四下午5點發布影片 我是大特六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